大家好我是Paul 週遇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狗咬人結果把人家咬死了 這個事情是上禮拜的新聞 我先把他讀一次給你聽吧 Pitball Mix's owner could face charges 可能面對起訴 charges 我們來看一下 The owner of a pitball mix in Pindong County could face criminal charges after the dog bit and killed a boy 所以咬了 然後就把這小男人咬死了 所以他是在春日 春日Township When the boy's mother briefly left home to buy groceries and the boy walked over to a neighbor's home Investigators said Adding that the dog which appears to be a pitball Labrador mix and was tied to the neighbor's fence Attacked the boy biting him on the back 剛剛這一診斷 所以這媽媽簡短的離開一下下 Briefly left home to buy groceries 去買那個 Grocery就是柴米油鹽醬煮茶 And the boy walked over to a neighbor's home 隨著三歲小朋友走到鄰居家去 那這反正就是調查說的 Adding that 然後就補充了一下 The dog which appears to be a pitball Labrador mix 所以這狗啊 補充了一下資訊 資訊就是他看起來是一個 Pitball就是那個鬥牛犬 那 Labrador就是拉布拉多 一般來說拉布拉多非常和平 可是跟Pitball混在一起可能就很難說了 因為Pitball這個在 像我以前在多倫多的時候 我們知道這個狗啊 是不是一直有在吵著要不要被禁養 因為他實在太容易有aggression了 會爆起傷人 像我曾經以前就讀到 當時在住戰多倫多的時候 有個報紙上的報導就寫著 那個Pitball看到對街有一個 富人抱著一個小狗就小型犬 那個Pitball就 就衝過街然後就把那個狗撕碎了 英文的新聞真的用的是 Tore the dog into pieces 用這麼嚴重的文字 好所以你說我會不會支持養這種狗 我不知道我真的很難說 因為在西方社會也是 他們在吵這個議題上就是說 一堆人認為這個狗天性 By nature他就是一個aggressive 很vicious的一種狗類 因為他生下來的目的就是跟人家鬥 所以vicious很兇猛 可是另外一邊則是說 完全要看主人怎麼教啊 所以狗有問題 事實上應該是主人有問題 而不是這個狗本身的問題 好啦這立場都不一樣 So the neighbor rushed the boy to the hospital But he died of his injuries that evening 所以當晚就過世了 雖然說把他衝送去醫院這樣子 All right 然後 The dog was usually tied up with three chains 通常三根鏈子綁住耶 這個鏈 chain這個字還一邊 一般理解或許是鐵鏈呢 如果今天是單純的那種鏈子 我們可能用leash這個字而已 他用chains the owner said adding that they felt responsible for the boy's death 所以他們的確覺得他們是 應該為了這個小男孩的死亡付出代價 要負責啦這樣子 所以這邊有個動物保護法的第七條 Article 7 Article很多的意思喔 像一篇文章啊 或一個物件也叫做Article 那法律第幾條也可以用這個字 Article 7 of the Animal Protection Act States An owner shall prevent his animal from infringing of the live body freedom or property of others without due cause 好所以 這一句我們特別停留一下 因為這是我特別想補充的東西 所以一個owner應該是要預防他的動物 來幹嘛呢 來侵犯別人的生命身體 甚至自由或者是這個所有物 所以這個侵犯他用的詞就是 infringe 所以這個animal應該要被預防著 so prevent the animal from infringing on 其他人的這些東西 好我們這裡就可以看到很多字喔 就是從剛剛的infringe來看的話 infringe後面接的介系詞是on so you infringe on the right of other people 那這裡有很常接的詞 包括有像是那種著作權 所以you infringe on copyright 所以copyright infringement 是我們很常看到的一個 你可以算是它是一個騙語的就是了 所以這個叫做侵犯盜版權 OK 好那還有再來就必須順著 擺著一起介紹的就是 有一個詞叫tort 這個tort也是侵權 我甚至在以前大學的時候拿過一堂課 那一堂課整堂課就在教tort OK 那這個侵權跟剛剛的infringe有什麼不一樣呢 好這個tort是比較狹窄的那種侵權 我們剛剛講copyright 比較範圍大一點 這裡的tort包括可能就是 你從我家前院這樣 踩踩踩踩過去留下一些腳印 我可能就覺得很不爽 能不能告你 我不知道 因為這些已經忘光了 可是如果我家的植物在前院長長長 跟長到你家那邊去 那你能不能說 你長到我家來 我就要把你這個植物的根給它砍掉 因為誰要你長過來 可是砍了你的樹會死耶 所以到底你的根長到我家來 算不算一種侵權 那能不能用infringe 不是不行 可是在法律上來說 它大概只會被規範為是tort的部分而已 所以infringe也可以用的包括 它的範圍反而就比較大一點點 那如果你把它放在一個句子裡面的話 你就可以說這是一個tort that involves infringing on my property right OK 所以兩個字可以混在一起用 我的意思大概是這樣子 好 所以這樣這兩個字很有趣 放在一起講 那再來還有一個字 breach breach這個字 就也是有這種破壞一種破壞東西 像如果今天講說我們要去攻堅一個 那個攻堅一個裡面有恐怖主義者的一個房子好了 那警察就可能拿那種大個人東西來撞門或之類的 那你看過那些影片嗎 踹門丟個煙霧彈進去之類的 這種攻堅 那如果我們要從後門攻堅進去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用breach這個字 來說we're gonna breach the back door we'll breach from the front 所以breach這個字有這樣的意思 就是把它打破掉 那在法律上也的確有 我跟你之間有著合約 那你如果說把這個合約給打破了的話 沒有遵守約定的話 沒有照合約的條款上走的話 我們也的確可以用breach這個字 so breach of contract 所以這個跟侵權又不太相同 因為你在 你沒有跟我履行合約上的東西 這個好像並不是侵犯到我的權利 而是你沒有造一個合約走 所以breach可能就會有 就breach of contract這個詞 可能可以看到的一些 常看到的一種collocation這樣 然後再講到 侵犯東西 還有infraction或 violation這樣的詞 所以這個呢 就是比較接近犯規了 犯規 所以例如說traffic infraction 就是犯一些交通法規之類的 你用violation也OK 所以包括超速啦 或者是沒有換線的時候 沒有讓別的車或什麼這些 或沒有綁安全帶這些的 這些大概都只歸屬於infraction 但你說這叫break the law嗎 好像也不是不行 但總之infraction跟 infraction是比較小的 OK 小的這個 犯小龜 這樣寫可以 寫可以嗎 應該可以吧 差點打成犯小圈 犯小龜 變成烏龜類龜 這個啦 OK 犯一點小龜 你可能說超速算小龜喔 算啦 因為你如果開車去把人家撞死 那個才是大事嘛 這樣 所以infraction是小的 那要是大的的話 felony 那要是真的不小心把人撞死 不是故意的 manslaughter misdemeanor大概是 manslaughter是過世殺人 misdemeanor也是罪的一種 但他大概就 沒有infraction那麼小一點這樣 好 講了這麼多齁 對不起 所以這一大堆可能是一個 今天算是補充的重點 雖然說我是要講狗的新聞 可是這幾個詞 我覺得很值得介紹你知道 所以我們剛剛再看一次這裡 這個owner應該要 prevent the animal from infringing on the life body freedom of property of other people 這樣子 所以你不可以去侵犯到別人的權利 所以要是狗惹事啊 應該是你要負責 這裡的律師是這樣子說的 cool 然後呢下一個這第九條 十九條說 article 19 of the act states an aggressive pet showing up in a public place or a venue with public access must be accompanied by an adult human adult human who shall take precautions to protect the public 這裡說 所以一隻比較aggressive的狗 寵物不要講隻狗 不要只有講狗 所以showing up在這個public place沒問題 venue也是地點的意思 所以這裡多講一下 所以public place可以 就公共的一些地方 那venue這個詞 像有時候你舉辦婚禮啦 或什麼幹嘛的 你在那個邀請卡上 可能寫的就會是venue 而不會是什麼location之類的 場地之類的 好 所以而且還有public access 也就是這裡是個public place 而且是大家都能去的 所以就是public access 一定要被一個成年的人類陪伴著 所以這是 這個蟲一定要有一個成年來顧著 而且人的成年就要來 特別小心 take precaution 來保護社會大眾 to protect the public 我看到蚊子在飛 God damn it I'm so pissed 好啦這不關了 來 So this pitbull was not fitted with a muzzle 所以這隻pitbull 這是咬死人的 它沒有裝著那個muzzle 這個muzzle就是 就是 對不起我再看著它 好啦算了我不能再被它打擾了 對不起各位 不想剪這一段 就把它放進去吧 文子跟我一起錄節目 所以這個pitbull沒有裝著 fit這個詞 雖然說有那個 適合的意思 可是你也可以說 它安裝著什麼東西這樣 那這個muzzle就是狗袋的那一種 你知道嗎 那個嘴巴有沒有 那個muzzle這樣子 Nor was in a cage 而也沒有在cage裡面 在籠子裡 So no protective measures were put in place by the owner 沒有任何保護的措施 所以measure這個詞 這裡叫做措施方法 手段都可以 那發音是measure 不是measure OK 如果今天是這個結尾 pressure 那是sure 可是這個是measure 不是measure 很容易念錯 但要小心一點點 所以沒有任何的protective measure were put in place by the owner 被這個owner準備著 so they mus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injury or death caused by their dog 所以他們一定要 對不起 一定要 對於他造成的傷害或者死亡 要負責 just because it's tied up at home doesn't free them from this responsibility 就不能只因為他會綁在家裡 就能夠不負這個責任 所以是這樣耶 所以在家裡有人進了你家結果 可是他剛才講public place 那家裡是public place嗎 好像不是喔 所以我剛剛光看這兩條 我好像就看出有一點點漏洞 你知道嗎 有點這個我們稱這個叫legal loophole 你可以看到好像有loophole在裡面 就是那個漏洞這樣子 好然後 然後 下面還說了 反正 所以有 準備要替這個小男孩辦喪事啊 或者 然後替媽媽有一點輔導啊 或者這些的 聽起來蠻難過的一個新聞 好那反正 大概就這樣了吧 我們大概 好這裡大概就講完了 那最後一句這裡說的是 狗是一種地區地獄性的動物 所以牠會守護自己的地盤 so dogs are territorial and feel like they are being challenged by children 牠會覺得他們被小朋友挑戰著 甚至挑釁著 你說被小朋友挑釁 可能會有一個詞叫provoke 這邊都選一個詞 就挑釁 ok 就是小朋友挑戰 who tend to talk loudly and make exaggerated movements 小朋友可能講話講比較大聲 做一些比較浮誇的動作 所以這些對狗來說都可能是挑釁 似乎也不是錯 這就是狗的天性 或許吧 大家要看吧 我覺得先是個golden retriever 牠可能就會覺得 喔好棒喔 有人要跟我玩欸 對不對 所以這狗的天性不太一樣 我個人不是不討厭 不是不是討厭狗 我在講什麼 我個人不討厭狗 只是我的確有點覺得 pitball這種狗 不養牠會死喔 你養別的狗會怎樣 或許我這邊 採取了一個立場 我會覺得你要養狗可以 你可以不要養pitball 你可以養別的 可是可能就可能 就有人覺得說 I feel manly I'm a manly man so I need to get a manly dog I need to get a dog I need to get a dog that represents my masculinity 我要一個狗 來代表出我的雄性氣概 所以養一隻 那個labrador 或者golden retriever 那不manly 他們太 他們太這個 太friendly了 這樣子 可能他們覺得不爽吧 好啦 anyway 所以我們小小複習一下 infringe 剛剛說的是 清權 那跟他做比較的是 tort 那清權的範圍 很廣泛 taught可能就小一點點 就你跟我之間的 互相侵犯到的權利之類的 所以taught一般 只會牽扯到名法 那infringement的話 就不見得了 我們剛剛講到 像這個copyright 欸 是不是應該也是名法啦 copyright的話應該也是 我要告你才對 不至於會需要 出動到國家來告人吧 所以會出動到國家來告人的 那種就叫做公訴罪 你大概知道 所以那個就會是 那個是需要prosecute 所以這個prosecute就是公訴 所以需要檢察官來告你 所以是需要prosecute來告你這樣子 好 所以剛剛講到的infringement 可能常見到的就是copyright 所以這種 智慧財產權的清權 常看得到 so intellectual property 的這個infringement 那taught呢 剛剛再說強調一下 小一點點 而breach則是把東西給破壞掉 所以例如說你沒有守 我們之間的這個合約 那這樣就是breach of contract 沒問題 那infraction則是真的犯到歸 所以 so a violation of the law 是ok的 so infraction 那break the law 是最通俗的說法的這樣 那你 可是你就不要只會break the law 這樣的一個病 這樣的一個詞而已 你可以多學infraction跟 violation 至少你要認識它 所以像例如說犯了一些交通法規 我們只要說traffic infraction 也就夠了 好public place 是公共的地方 那剛剛說的 狗要在公共的地方 大家都能來去的地方呢 你就要有一個adult human 來去陪伴著它 那剛剛的故事裡 鄰居如果不在家 那也是沒有adult company 對不對 所以 所以這樣說起來 他說主人應該該負責 那就對了 可是在家裡好像又不是 不扯這個了 來 venue可以是location 可是多半就是用的比較文雅一點點 venue 那fit的話 剛剛說的並不是 並不是適合合聲之類的意思 這邊再次它沒有裝上一個muzzle 所以那個狗 那個防咬人那個東西叫muzzle 這樣子 那 所以這都是一些保護的措施 protective measure measure這個詞 認識一下 不要把它跟pressure搞混在一起 因為pressure是壓力 而且發音就很不一樣 pressure跟measure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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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剛說了 聽起來那個法律 有那麼一點loophole 所以總之那個owner 可能是得負責的吧 我想 那又講到小朋友 可能會因為他們 比較exaggerated的一些movement 會provoke狗狗 那狗狗可能就會來攻擊他 那這樣就 造成不幸的事情了 嗨好遺憾喔 小朋友被狗咬死 真的都不知道該怎麼說這個新聞 但總之我們學了點英文嘛 是不是 好吧 那我們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